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影片的前半段會講中共暖心的事情 那後半段會分享兩部 小粉紅在海外鬧事的影片 特別搞笑啊 早上我看到了中國人民日報 發出了一條爆笑的文章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文章是什麼 這個文章的標題叫做 未來五年我們這樣幹 未來五年這個詞有沒有熟悉啊 前幾個月北京市市委書記蔡奇講過的話 他說未來五年中國要常態化特色管理 這個蔡奇啊在昨天當選擔任了 中共二十大的新的中央委員 當初還有一堆小粉紅在那邊洗地 不可能未來五年啦 來第一個叫做推進新型工業化 OK這個就是什麼 網路強國數字中國航天強國 牆壁的牆吧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的端在自己手上 全面脫貧啦 全世界就你達到了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你中國不是 2017 2018被川普的貿易戰打爛之後 你現在中國根本就是鎖國 然後你的晶片什麼都被抵制 你要知道生產一個高階晶片出來 不是你自己有這個技術就好了 你還有別的國家 荷蘭的光刻機 還有美國的一些材料 那一些世界分工合作 你才可以有這個晶片 為什麼當初要這樣協調 就是因為怕哪一個國家 學你中國這樣搞獨裁 這跟民主機制是一樣的 來我們繼續看喔 加速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 我們要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 原來一個國家的教育 可以把這些黨的黨章或是黨的核心價值 塞進去給人民學 以前哪一個國家有做過 希特勒啦 提升國家創新體系 唉我不得不說啊 山寨大國就不要講什麼創新不創新了 你們多少東西都是偷別人的 然後在那邊包裝成吃自己的 哪一個東西不是這樣子啦 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 堅持尊重勞動 尊重知識 尊重人才你們中國尊重知識啦 尊重知識產權啦 什麼都不尊重吧 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 民主政治的本質 你好意思講啊 你要知道人民日報是屬於中國共產黨 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媒體 所以它是政府機構 它是政府單位 如果你今天是政府單位 另了納稅人的錢 你還開啟精選評論 這個叫做言論自由 這個叫做民主 這個叫做監督嗎 中國共產黨剛剛說的 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 幾年前那個709律師 上百名的中國律師耶 被你們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入獄 很多現在都被監禁 有很多人在監視他們 這個你們可以去大紀元看啊 是不是在北京的巷子裡面 是不是在北京街頭 他們寫信給人民代表建議修法 然後呢就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幾百人 你在說笑話嗎 加快建設公正高校的權威 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鼓勵勤勞致富 促進機會公平 加強重大特色管理防治之類的這個建設 加快實施重要生態系統工程和維護 加快規劃建設新型態能源 勞固國家安全人民防線 完善公共安全體系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制度 打造強大的戰略威懾力量體系 實施國防科技和武器重大工程 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主 我這邊有幾個香港朋友跟我說 香港現在有幾個區啊 已經開始在實行 所謂的內地社會主義 這個叫做先示範區 如果好的話會慢慢推動到全區的香港 我已經跟各位說了嘛 就算中共今天答應你的50年不變 50年之後的第一個月 第一天他是不是可以變 不可能嘛 他一定是在50年之前 先慢慢的讓你能接受 50年的時候他一變 你接受了 因為可能在30年40年的時候 你已經再慢慢變成這個共產國家 共產體系的對嗎 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 是要中國人來決定 致力於擴大各國利益的會合點 堅持以言的基調 強化陣鋒紀律 堅決打贏反腐鬥爭 攻堅持久戰 欸你們寫這個出來 你們不會覺得 到底在講什麼幹話 好以上講完這些 看完這個中共發出來的報告 今天中共馬上開了一個記者會 打臉自己 中宣部部長說到 中國不走一些國家 所謂透過戰爭之名掠奪的方式 實現現代化的老路 中國的旗幟是和平 發展合作共贏的 模式 他還說不會將中國模式輸出到全世界 但同時也堅決反對 其他國家將自己的模式強加給中國 你是不是有人格分裂啊 剛剛未來五年的報告 才說到要什麼 增強中華文化的傳播力 講好中國故事 推動中華文化走向全世界 現在你他媽又說 不會輸出中國模式 但同時也堅決其他國家 將自己的模式強加給中國 你已經人格分裂了你知道嗎 而且你說什麼 不透過戰爭殖民掠奪的方式 這只是名詞的用法不同 他本質都是剝奪別人的權益 對嗎 對內可以叫做戰爭 對外也可以叫做戰爭 殖民是你現在沒有土地的實際控制權 而你剛得到了 統治這片土地 然後將自己的信仰 文化 政治跟體系 帶來這片土地 這叫殖民嘛 掠奪這個也沒有國內外之分 當然啦 你現在在混淆試聽 試圖合理化喔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可以對台灣展開這些 本質上是戰爭 是殖民 是掠奪的 各位不用在那邊妄想 跟中共可以談條件的 我就問你啦 你身上有一個惡性腫瘤 你要切掉它 然後這個做化療 然後好的養病 還是你會跟這個腫瘤說 腫瘤乖 腫瘤好 我們來一起相處喔 很有病啊 帶大家來看一下 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這支影片是 中國共產黨在文革時候的電影 看完你各位就可以了解 中國共產黨的本質 到現在是不變的 仁義 什麼仁義 可是到今天 我不想辦絕活事 好比咱們窄路上走個頂頭碰 我准叫你過得去 這就叫愛人 你得 不 事到今天 由於根本厲害的不同 這就叫 狹路相防 分外燃紅 尋鬥必皆仇 修何事朋友 對立的階級 從來都是你死我活 永遠不能調和 你可不要把話說絕了 只要今後你忍我讓 你又錯了 共產黨人是搞鬥爭哲學的 這場大是大非的鬥爭 被爭到敵不可 再爭 也不過是意識形態 你也知道 尖銳起來也會死人的 好 那我們看完這個影片 我們可以知道 裡面講到了 中國共產黨就是鬥爭 習近平在世界二十大的時候 提到了十幾二十次的鬥爭 鬥爭鬥爭 我們要用鬥爭的方式去 維護國家利益 是不是一樣了 所以你他媽的 跟中共要談什麼呢 他就是要跟你鬥爭 你還在妄想啥呢 好我們接下來看兩個 搞笑的 小粉紅在海外的影片 第一部影片是這個 歐美國家有一個日本的學生在台上介紹了台灣 我們看一下中國留學生的反應 今天我覺得我做了一件讓我一生多自豪的事情 日本人說台灣是一個國家 我們擋住投影 你不讓台灣的情侶 你告訴他們台灣是一個部分的中國 中國主權學不完日本的情侶 這就是剛剛黨說的輸出中華文化 把中國人的行為宣揚出去 就算你今天不認同 你也不能阻止人家發表他的權益 就像你今天別人不認同你 別人也不能阻止你講話 現在是他們報告跟發表的時間 你很不爽台灣怎樣的話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的話 你回你的中國去嘛 然後這個國旗 你們有些小粉紅也說 這就是中國國旗啊 啊對啊 中華民國也是中國 既然你也是這樣講的話 那你為什麼要阻擋這面國旗 為什麼我看到很多中國人在海外的德心 都是這樣 然後還洋洋得已 這真的非常丟臉 中國留學生在海外 掛什麼國旗啊 貼自己的理念啊 歐美學生啊 都沒有把他撕掉 但中國留學生 大部分我看到 從香港反送中開始 他都是撕 都是破壞 在那邊生氣 教育的差別啊 所以到底要不要把 現在中共國的中華文化輸出全世界 就是這副德性 來第二部影片 也是中國人啊 他們去幹狡 日本的計程車司機 我們來看一下 打個出租車 他跟我小點兒就走啊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我跟哥們在日本打出租車 快到地方了 只好是告訴他倆 小點兒忍獲的把嘴子閉上 當時我就怒了 這要是你歐美爹 你也這麼說啊 這不明顯戴著有色眼鏡在看他們嗎 陶哥必須教他做人啊 今天我不噴他 明天你來日本坐車 講什麼啊 會變盆加利 這就是日本 這就是日本人 你剛才怎麼說的 我想說的 這個口 這個口應該是中國北方的吧 蠻好吃的 東北嗎 我也不知道 具體 我不知道在哪裡 我們 原來是外國人 說的 絕對 絕對 好 這跟 這跟 瞧不起中國有什麼關係啊 兄弟們 以後來日本 遇到這種情況 你要不知道怎麼辦 給陶哥發自信哦 我這人去熱點場 總愛打包不平 滑了還總吃鬼 但我就這性格改不了了兄弟們 你就是沒數值啊 你那個喝酒醉 然後在計程車上 喂 我兄弟 我跟你說啊 我今天喝酒醉 很開心啊 你一定是這樣講話 然後時間長了 日本司機 覺得很吵 受不了 叫你小聲一點 我這還未看到 多少中國人啊 我看到真的很多啊 啊你被人家警告 小一點生理 反而說人家沒禮貌 人家日本人 是不想跟你爭嘛 可能你們兩個人 他懶得跟你爭吧 或是他怕被你打吧 然後你不用上升 到什麼國家地步吧 這就是你沒有數值 真的要把中國文化 輸出給全世界嘛 當然也有 很有數值的中國人 我眼界比較小啦 大部分是影片中這樣的啦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拜託 下期見啦 掰 拜拜